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这两个星期当中 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 对于缅甸和四川大地震的 震灾和救助 连生活佛在西雅图彩虹雷脏寺 也特别主持了地藏王菩萨 护魔大法会 超度这些受灾的亡灵 让他们能够脱离苦去 蒙佛接引往生净土 而真佛宗各道场 也响应持送圣尊连生活佛 所传授的大救难咒 解除亡灵和灾民的恐惧 让灾区救援顺利 罹难者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持大救难咒 帮助灾民 而这次512地震 真佛宗香港华光功德会 在第一时间就即刻 攜带救援的物资 长途跋涉先到达了甘肃省的 隆南救援 在5月17号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机位 香港华光功德会 再前往四川成都进入都江宴市 经过地震的摧残之后 像这所学校只剩下了这一幅牌匾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昔日的读书声从此消散 一座抢救生命的医院 现在已成废墟 刚从汶川逃出来的灾民 徒步两天终于到达渡江宴市 脸上流露着风霜 华光功德会的义工们 送上亲切的慰问 一碗热腾腾的饭 也不及一个温暖的拥抱和慰问 义工在清晨山派发物资 灾民拍掌感激 终于甜滋滋有了笑容 年老的婆婆行动不便 义工走进帐篷 把牛奶送到她手中 爷爷的脚步受伤 我们亲自送上慰问 香港华光功德会 在第一时间 为什么能够快速的进入灾区 也是因为之前 他们长年救助中国甘肃缺水的困境 为当地困苦的居民 建设了急于水轿的工程 华光功德会的善举 号召之下获得大家的帮助 很多的孩子因此而能有干净的水喝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救助 香港华光功德会 耕耘多年 功德无量 我们应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为了庆祝联生活佛 卢盛宴文集创200本里程碑 这一次特别由台湾真佛宗密教总会主办 在灵口体育馆盛大的举办庆祝活动 同时邀请联生活佛清传十轮金刚盾牌防护大法 这是史上第一次的盛会 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 动员了真佛宗各分堂道场 大家齐力的分工布置 使得灵口体育馆这边展现了从未有的热闹 您现在看到的正是主办单位所设计的美食街 可以让很多的同门尝试到台湾的小吃 而且许许多的弟子早在5月3号的早上7点钟 就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会场 他们非常守秩序的排队准备要进场 而且呢我们现场有许多的摊位 各个分堂以及同门 他们特别针对联生活佛如圣燕文集 创200本里程碑 这次也推出了许多的纪念品 使得外地来的同门非常的欣喜 而大灯文化也在场内的回廊 特别将联生活佛的墨宝画作来做展示 不论是场内场外 到处都是弟子的贺喜 而且像是这一次 钟关堂也特别主办了 21600善愿持咒的活动 现场布置了许多人的善愿的卡片 希望他们的愿望都能够圆满实现 所有来参加的人 还可以手拿一本卢盛宴文集 现场有360度的大合照 为了配合庆祝圣尊卢盛宴文集 创200本 主办单位还设计了有花灯车的寻境 而且你最喜欢哪一本卢盛宴文集呢 我们也有网络的票选活动 这么多元化的设计 为的就是要表达所有弟子 对卢盛宴文集创200本的感恩 在2008年5月3号早上不到10点钟 真佛宗的根本传承上师 连生活佛即抵达了灵口体育馆 现场的弟子莫不欢欣鼓舞 我们现在就来看当天的实况 他从哪里可以看到 在楼上 在楼上 我们先跳会上去 好 来 好 来 师尊好 大声 热烈 鼓掌 师尊好 我们大声 向你参加问好 师尊好 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师尊的弟弟 师尊现在已经在舞台上了 所以大家能够关心在舞台上 我们现在就能够做的 欢迎师尊 我们太师肉丁的热烈鼓掌 我没有看到师尊的音响 两只米糕 专身 6 孮正宏 孙正宏 樂 先 kids 可以這樣做 誰做什麼 聽到嗎 好 可以外面 可以 可以 可以別外面多有 好 可以外面多有 這一個 對 你 沒空調已經開了 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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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照你 照這樣 拼你 拼你 讓讓讓 讓開 包上盤子 你今天沒那麼大 你今天沒那麼大 幫他坐 幫他坐 好 那你現在在哪裡 你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來 我今天來跳 好 好 平凡生活的開始 因為大政文化出的車內有 本地和我小時候的傷心 和你的傷心 我來找一找 好 太高興一點 好 請坐來吧 大家上看 阿姨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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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人是一大早就來到了林口體育館 圣尊连生活佛十分关心大家 特别和师母走到荧幕前 跟世界各地的弟子打招呼 看到圣尊慈爱的笑容 让大家的精神更加振奋 一切时空就凝聚在这 旷世伟大的圣会之中 我们就来听听几位上师的心声 能够跟大家一样来护持 来参加师尊的这个 两百本文集的这个 这个法会 那非常高兴 感到流眼泪 一定会的 能有这个机缘 能得到大法会 就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能吵很多 希望这个法会 必定是很圆满的 才能成功去办 真的是个良师 看着师尊的时候 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 改变自己的人生观 很尊敬 很仰慕自己根本上师 能亲自来参加师尊主持的大法会 这是大家的一个福气 我觉得我们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圣会 过去是很多的姻缘 才会有今天的相聚 第一个是因为 庆祝师真的两百本书了 我觉得非常难得 不管是说修行人还不是修行人 一个人能够学两百本书 我觉得已经不简单 然后师尊这样子学的那么多 让我们弟子说能够有学习的招步 我其实觉得说一定要来 不知根本上师法 这样子干 这是十字咒 这是那个 生起师弟跟圆满师弟 还有火跟火车清定 这就是联身活佛 即将传授十轮金刚盾牌 手持法器的法王法相 同时让我们的镜头 也捕捉到了庄严殊胜的 十轮金刚手印 这是彰化广源寺 这就是彰化广源寺的主持的主持宏源法师 带领了几位法师来参加联身圣尊主持的法会 有些险教的人批评他 秀斗 可是他也有见证的奇迹 当天他来参加法会的时候发生了车祸 车子外壳凹陷了一个大洞 等车子开到修车厂修理的时候 却完全检查不出那凹陷的大洞 车子完好如初 这真是科学角度无法解释的事情 弘元法师更加的幸福真佛秘法 在5月7号 他正式的皈依脸身火佛 法号连床法师 各位观众 近日相继发生了缅甸的强烈风灾 和中国的汶川大地震 真佛宗宗委会呼吁 真佛宗所有的道场和同门 秉承着连生活佛的慈悲洗舍的教诲 救助苦难的灾民 人人持送大救难咒 并且修持真佛秘法 功德回向 受难亡魂消除恐惧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救灾与灾后的重建 能够顺利的完成 如果您想要加入救助的行列 详情请洽 华光功德会 02-2558-7089 2008年5月3号 在林侯体育馆 真佛宗密教总会 主办十轮金刚 护国护魔大法会 由连生活佛 清传十轮金刚 盾牌防护大法 现场贵兵云集 包括了立法委员 及中国国民党秘书长 吴敦毅先生 行政院首席顾问 邱锤真先生 桃园县议会议长 曾中毅先生 以及新竹市议员 曾仁宗先生 还有许许多多 世界各地的贵宾 教授以及法师 现在我们就来看当天 在法会之前 联生活佛主持 出家界仪式 以及传授在家菩萨界 捍卫许多新人扶正的实况 受出家界仪式 典礼圣尊及三宝 公请圣尊 法语开示 今有刘和昌 瓦民莲花和昌 等十位弟子 求受出家界 那么我们按照 出家界的规矩 我们奉请 南蒙本师释迦牟尼佛 奉请弥勒菩萨 为尊贵的证明 也齐请弹成三宝诸尊 为尊贵的证明 那么在座的上师 法师 教授师 讲师 助教 各位同门 也在这里 做亲自的证明 我们就在五月三日 两点的时候 下午两点的时候 你们在戒坛 受最尊贵的三宝出家界 那么现在问你们 你们是不是自愿遵守出家界律而不犯呢 可说是 也就是心说是 那么非常坚定的口闻 从今而后 你们必须遵守出家界律而不犯 在戒坛面前毫无虚言 谨记今天十轮大法会 戒坛前的你们的诗句 从此呢 上求佛果 下化众生 慈悲方便 护持佛法 广度群生 我们现在 恭念 南无本事释迦摩尼佛 恭请圣尊四寿替度仪式 本事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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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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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為名等 九十四位 求受在家菩薩界 我們依然齊請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彌勒菩薩 連身佛佛盧聖宴 為尊貴的證明 在這個戒壇裡的 所有官裡的貴賓 及各位同盟 為親自的證明 那麼我現在問各位 你們是不是願意遵守菩薩界力而不犯呢? 這九十四位的聲音 比剛才十位的聲音還小 請問你們中午有吃飯嗎? 再問一遍 你們是不是自願遵守 在家菩薩界力而不犯呢? 是 這種聲音啊 從心裡發出來 佛菩薩 諸尊 都可以聽到 也就是從現在你們喊世開始 你們都是菩薩 你們都是菩薩 菩薩 是以利他為主 在大聖佛教裡面 沒有個人 只有眾生 在大聖佛教裡面 沒有什麼是自己的 只有利益眾生 在大聖佛教裡面 只有自覺覺他 自渡渡他 還需要有 才師 法師 無畏師 你們是不是 能夠 真正做到 菩薩界 那麼你們回去以後 每個人都有一本 菩薩界的戒本 好好的仔細研讀 遵守菩薩界力而不犯 那麼我們現在呢 以靜光照大家 希望每一位借弟子 都能夠親近自己 也能夠用你親近的光 也能夠用你親近的光 去接引所有的眾生 我們恭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恭請聖尊敬光加持 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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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请菩萨界界子代表 敬献哈达及供养 以表最高敬意 阿佛萨叹马连心思理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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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菩萨界仪式圆满吉祥 请大家掌声恭喜所有受在家菩萨界的借词